這次土耳其的強症 罹難者的人數還在不斷的攀升當中 因此 土耳其就有一家醫院 就像是這個樣子 戶外的停車場是擺著數百具的罹難者遺體 那麼家屬只能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這個臨時搭建的停車間 自己一個一個翻出來看 要尋找自己的家人 那麼其實台灣的搜救隊 目前也還在這個重災區 來協助救災當中 他們就有陸續回報 說這個災區的地方 其實確實都是滿地的屍體 而且這些倒塌的房屋 這些縫隙裡面 甚至還會不時傳來濕臭味 尤其他們的救援過程 其實不算是太順利 甚至救出的民眾 在送醫之後 還是宣告不治了 就醫師像是這個 台北市消邦局醫療指導醫師 廖管如他就說 前線的這些地中 恐怕已經有創傷症候群了 那麼另外呢 第二梯次裝備 目前是在機場裡面卡關了 也就是說 目前台灣的130人救難隊當中 他們只能使用40人份的物資 是相當的不足的 那麼另外還礙於 台灣的法規限制 是痛級比比較高的 像是這個馬飛 或是相關的這些止痛藥 是不能帶過去的 但是依照這個情況來看呢 其實現場 這些一般的藥物 可能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因此呢 就有醫師呼籲政府 應該要適度來開放管制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